到尾巴衝突 哈馬斯在24號釋放了第一批人質 其中獲釋的一名以色列9歲男童 和父親在醫院激動相擁的瞬間畫面 令人動容 手上拿著絨毛玩具 9歲的以色列男童奧哈德 在醫院長廊看到爸爸立刻衝向前 爸爸也張開雙臂 將衝進懷中的兒子緊緊抱著 奧哈德是哈馬斯週五 釋放了首批人質之一 這位爸爸等了49天 終於叛回他的妻子和兩個女兒 哈馬斯一共釋放24人 13名以色列人 8名孩童 5名長者 由救護車送入醫院 一路上歡呼聲不停 獲釋的還有10名泰國人 和一名菲律賓人 以色列外長科恩特別趕到醫院慰問 莫爾坎是被綁在泰國移工中唯一女性 講到遠在泰國的媽媽和兩個孩子 思念情緒忍不住落淚 至於首輪換球當中以色列釋放了39名巴勒斯坦囚犯全是婦女和孩童 包括22歲的蘇萊曼 因殺人未遂被以色列關了6年終於返家和家人激動相擁沉浸浸在好不容易重獲自由的喜悅 法修戰的第二天哈馬斯和以色列也進行了第二輪的換球行動 只是這過程似乎不像第一次順利 怎麼回事呢 請教資深記者邱婉柔 以哈衝突發生至今已經超過一個月了 不過在11月24號的時候 雙方是協議停火四天要來交換人質的 在第二天的時候 哈馬斯是釋放了17名的人質 其中包含了13名的以色列公民 以及4名的外國公民 而以色列這邊也答應說 釋放了39名的囚犯 這兩邊都是以婦孺為主的 不過這個換球的狀況 其實是一度被推遲的 因為哈馬斯指控說 以色列是阻礙物資進入加薩 所以要求以色列 應該要遵守他們的承諾 才願意釋放人質的 那麼不過在美國卡達 以及埃及的協調之下 這個人質最後是被順利釋放的 那麼美國總統拜登 對於這樣子換球換人質的行動 他認為說這只是一個開設 他認為未來 休戰延長的機會是非常大的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 這一次兩邊的換球 並沒有任何的美國公民 武裝分子一手牽著孩童 耐心護送行動不便的 以色列少女坐上紅石自會車輛 甚至親切揮手與人質道別 以巴休戰第二天 哈馬斯釋放13名以色列公民 包括8名孩童5名婦女 還有4名泰國人質 哈馬斯釋出影片 武裝分子清明形象 與突襲音樂計時的模樣 天差地遠 第二批幸運獲釋的17名人質 在紅石自會護送下 通過拉法抵達埃及 平安返回以色列 不過這一刻比原地換球時間 整整晚了10個小時 讓聚集在台拉維夫 等待好消息的以色列民 正一度緊張 秀戰協議才進行到第二天 就出現延遲插曲 哈馬斯將責任全推給以色列 泡轟以色列不守承諾推遲放人 位於約旦河西岸的以色列監獄 原定釋放39名巴勒斯坦囚犯 也順勢推遲 監獄外苦等親人的巴勒斯坦民眾 騷動之際傳出槍響 路透社報道至少三人受傷 被緊急送一治療 以色列宣布放行 多達50輛卡車進入加薩北部 哈馬斯才點頭放人 以巴換球出現波折 現現雙方不信任感持續加深 第三輪換球能否順利 也被打上問號 TVBS新聞很深報道 以哈協商是從當地時間24號起停火4天 然而當天也再度發生了槍擊事件 造成兩個人死亡11個人受傷 繼續秦婉柔帶我們來看 今晚以色列跟哈馬斯 目前現在是停火4天的 但是還是傳出了槍擊事件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根據外媒美聯社的報導 他說原來是有部分的巴勒斯坦人 他們試圖要從加薩的南部 到北部這邊來 沒想到碰上以色列的軍隊開槍 不過以色列的國防軍 他們解釋說 其實他們是為了地面進攻的 主要戰球 因為加薩的北部 是他們現在主要進攻的目標 所以他們是警告這些人 不要企圖返回這些區域 所以在這一波槍擊事件之下 也造成了兩名人士死亡 以及11人受傷 而多數大部分都是在腿部中彈的 而有一名受傷在醫院的 巴勒斯坦難民 他就說為什麼他們寧願冒死 要跑回去加薩的北部 主要原因就是 現在沒有足夠的衣服 食物和水 他們決定冒險往北走 希望可以回去看看家園 以哈的修正協議將維持4天 雙方也持續交換人質和囚犯 在停火結束後 是不是以軍在加薩的行動 才要進入決定性的階段 宛柔 以哈目前停火4天 那有可能繼續延續下去嗎 根據外媒BBC新聞 他們引述專家的意見 他們說在這個停火結束之後 以色列的軍隊 必定會恢復加薩的戰士 為什麼 也就進入一個新的階段 而且是具有決定性的時刻 不過目前他們自己也估計說 如果要達到全面控制 這個北部的加薩市的話 可能也需要一個禮拜 到10天的時間這麼久 而且以色列軍隊 他們現在自己分析了 這個哈馬斯的領導人 還帶了非常多的人質 以及簽名的民兵 藏匿在南部的主要城鎮 所以想一舉殲滅的話 勢必得要往南走 可是如果一往南打的話 勢必會有更多的平民受到傷害 國際社會也會接連的譴責 所以以色列他們現在 也在討論說 是不是要來設一個安全區 也就是這個安全區 他們不會進攻 不會攻打 所以他們就想到了一個 馬瓦西的這個地方 但這個地方是農業區 寬約2.5公里長4公里 其實並不算太大 所以如果所有人容納人數 擠進去的話 其他容納人數是有限的 而且他沒有醫院 也沒有基礎設施 所以聯合國也有發出聲明說 他們並不支持以色列 這樣的構想 還想知道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拿起手機 掃描旁邊的QR Code 加入TVBS新聞APP 更多的即時信息 帶你一手掌握 只是就在以巴修戰之際 俄羅斯人不妨對烏克蘭 發動新一波的大規模空襲 出動了多達75架的 無人機夜襲基輔造成5個人受傷 有多棟建築物 包含一間幼兒園受損 還有近200棟的大樓停電 勘征開戰後最大規模 謝謝 烏克蘭防空系統啟動 攔截2G無人機 當地時間25號 基輔夜空火光炮聲不斷 二軍發動開戰以來最大規模 無人機空襲 出動多達75架無人機夜襲烏克蘭 烏克蘭 烏軍表示成功攔截74架 不過依舊造成部分 建築物受損近200棟大樓停電 基輔一間幼兒園也遭波及 建築物受損不重 基輔民眾再度西加帶圈 衝到地鐵站躲空襲 二軍冷部防發動攻勢 烏克蘭總統泽倫斯基 再喊話強化防空系統 依逢烏克蘭大饑荒90周年 首都在遇大規模空襲 戰火陰霾持續笼罩烏克蘭 TVBS新聞環山報導 您現在收看的是TVBS新聞台